早安现场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 我是张婉如 在今天呢有一个案子要审理啊 就是关于虐猫的案件 听众朋友在上个星期 我们在新闻里面的早报头版头条 曾经跟大家报道过这个案子 就是今年度有虐猫前科的一名 台大学生陈浩阳 八月份的时候又再度被别人发现虐猫的状况 而且猫呢班班可能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那在16号今天上午台北地方法院呢 就要开庭审理虐猫的案件 陈同学他是累犯再次的犯案 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说 怎么会这样的一个堂堂的大学生 特别是台湾的第一学府的大学生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这种虐猫者他的心态是什么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访问到的是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 纪研究所的副教授戴生锋戴老师 戴老师您早 早 我们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虐待小动物真的是不可取啊 我们看到这一次是虐猫 但再往前推一点 台湾也有现役军人虐待小狗致死的状况 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两个案子其实虽然他们造成的结果是一致的 但是可能在那个 他们的动机上面有些许不同 那如果就现役军人虐狗这个的话 可能是那种对于生命感的不尊重 或者就上 来自于上级说好 那你就让它消失吧 这种可能有一些误解 或者是生命感不尊重的 这个部分存在 那我们也发现就在军中 那种比较阳性阳刚的环境里面 如果发生虐狗这种事情 以我个人在当兵的时候 尤其那个年代法律并不完整的情况下 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戒心 那像军队又是封闭的嘛 那他就反正不外流就好 就天巧的外流 这个是需要再教育的 因为这种生命权的尊重是很重要的 那但是这个虐狗的这件案子 其实后续他并没有 这一位现役军人并没有后续的 请他的灵虐动物的状况 在案件之后继续做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 对 还没有 对 不知道会不会啦 那至少目前为止 但是像这个台大学生这件事情 令我们最震撼的就是 其实我相信台湾社会大部分 其实包括比较严格的网路上面的一些舆论 大部分都会在第一次案件 就是这个大局的案的时候 其实已经采取了相对包容 而且比较愿意原谅的这种社会氛围 我相信其实已经渐渐在形成 大家也愿意给他机会 那但是没想到这样在 几乎不到半年内的时间内 发生第二次 而且手法一致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的连结 才是值得大家去探讨的 是 动物的生命权 是 这个诚信大学生 难道他不知道吗 应该是这样 他因为知道 所以他才会做这件事情 这是我个人的推断 也因为自己知道说 生命是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他才会使用这一种 剥夺另外一种生物的生命 作为满足他自己 最行某自己的某一个行为 最终手段 因为他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剥夺对方的生命 那他已经完全的 因为他回不来嘛 所以所有的事情 其实可能都有转环的余地 但是只有生命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转环的余地 所以我们看到 至少目前的报道是说 他第一次虐杀大橘子 这只猫咪的时候 就引起轩然大波 今年五月 被依照违反 动物保护法被起诉 结果之后 产生了报复心态 继续搜寻 网路上热门 备受大家 对 名貌 斑斑 这是一个报复的心理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从大橘子 本身就是鸣猫 然后到了斑斑 更是就是说 其实这两只猫咪 也许在爱猫界来讲 都是非常知名度 很高的一些对象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会不会是 其实可能没有办法深入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 跟陈汉先生接触到 会不会他本身在于 除了因为他本身 又有乔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除了人对动物之外 会不会也有隐含着 他在台湾求学 或者是在台湾生活上面的挫折 而这两只猫咪 被投射出了这些挫折的问题点 可能他本身在台湾 也许三号 我们曾经听过他 其实就算乔生朋友们 他们中文再怎么流利 其实惯用语 或语法上 还是跟台湾会有习惯 信用法不同 那会不会产生了 一定的一些挫折感的累积 而这个累积到了 某个程度的时候 猫咪是一个 他觉得很好下手的对象 进而产生的这样的暴力行为 所以这个陈同学 他是来自于澳门的乔生 在台大读书 那这几天 其实也有一些媒体在讨论 是说他会不会最后 产生更大的一种伤害现象 就是甚至伤人的状况呢 好 这个其实如果说 从世界上几个比较 尤其我们这些邻近国家 几个比较著名的犯罪案例来讲的话 这是我们值得探讨 以及担心的部分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当然这个是不确定的 因为澳门没有相关的法令 所以在陈同学 回到澳门行亲的 那几个礼拜的时间内 据说澳门也发生了三期 猫咪离奇死亡的案例 那因为他们没有办理 所以也自然不知道说 这个彼此的连结是如何 那但是这个在邻国日本 就曾经发生过在1997年 那有一件非常著名的案子 就是所谓的 神户少年杀头的案件 那这个案件 其实他非常的惊悚 就是有一个智能不足的小孩 然后十岁的小朋友 被另外一个十四岁的 其实也是国中生而已 然后杀害以后 并且把他的头割下来 放在学校的门口这样子 这一个非常惊悚的案例 对那警方在破案之后呢 会就是去对这个十四岁的加害者 进行访谈了解了 证讯之后才发现 这个小朋友 他从很小 大概在国小的后半段 大概五年级左右开始 就对于破坏小动物 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那他会去收藏小动物 被肢解的遗体 那或者就是 他会去领虐小动物 比方像 比较一开始简单的 可能就把兔子的耳朵打结 类似这种 简单一点的 那到后来可能就会拿剪刀 去把一些小动物剪坏 那或者就是说 用开水去烫鱼啊 什么就是做一些 大家想 就平常你不会去想到 平常我们会 会对动物这样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要吃 他们就说 OK这时候我们可能 会取得营养 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杀一些生物 但是这时候我们都还是 强调一种人道的处于法 对 那但是其实这个小朋友 他就是日本这个案子 那后续其实有很多的家长 在日本那个年代 很多家长就跳出来 我家里好像也会这样 也有些时候也会发现 小朋友对于一些小生命的破坏 或者把一些毛毛虫剪成两半 那其实这些案子 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恶作剧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 99%都是恶作剧的 但是一旦进到所谓的哺乳类 或者就是跟人相近的生物的时候 比方说宠物 或者是平常会出现在人类周遭的这些生物 对他们下手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 有很敏锐的触感去侦测到这个危险性 那在日本发生的这个 最比较悲剧的结果就是 最后造成了至少是粮食 然后至少有四上这样的一个残局 本来是凌虐昆虫类之类的 然后最后进入到哺乳类 这个会连结到人类吗 其实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这么说 只是就是说它 因为我们人类随着自己的大脑的发展 我们的自治能力越来越好 那也随着法律知识的增加 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 随着这一些外在控制 跟内在自我成长所带来的变化 我们可以渐渐脱离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属于对于生命的负面的做法 那可能未来会变成以利益取向 比方我们前阵子有听过 把鲨鱼的棋割下来丢回去这种的 这个当然也是残害生命这种 只是它变成利益取向了 那这一些青少年 我们会发现这些残害动物的 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前段的 也就是发展前期的青少年这个阶段 他们可能在这个部分来讲 自己的自控能力并不是很足够 那自己对于自己的这种暴力冲动 无法控制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转往弱小的对象发展 那弱小的对象渐渐的 可能如果有一天他们 所以像日本的案例 他是转向所谓的智能不足的小朋友 他也不敢对自己的同学下手 对好欺负的同学霸凌了 对对对 就是换个角度讲变成霸凌 那终极的霸凌 其实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事件了 台湾发生的虐猫事件 而且是累犯 学校当然也是很关注 戴老师也在台大有兼课 学校的辅导是也在第一时间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就对于陈同学进行了经理协助 可是让人压抑的是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因为我看到媒体报道说 对陈同学的资商是今年8月1号 结果隔天这个陈同学就去杀害了猫咪班班 让人觉得说这个心理辅导 当然他也不是万灵 但也不是一辅导就马上改变了这个人了 可是辅导似乎对陈同学没有太大的效果 对其实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一般来讲心理辅导 尤其是在学校内部的资商辅导 这个部分 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具有 个人具有病逝感 并且具有求助意愿的朋友的话 那这时候他的效果会非常的显著 然后我自己想要改变了 然后我也觉得我有问题 我适应不良 我去求助 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会发现 就像陈浩阳同学 我相信他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不情愿的状态之下 所以既然是相对不情愿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资商的老师 其实我们必须要很坦诚讲 就是我们手边能用的一些手法或方法 的确受限于这个人想要改变的自我动机 说他的自我动机很高 他想改变的动机高 其实老师可以请全力的协助他 如果他今天动机不高 他就是一副就是有点像是演出 或者反正我就是削过 把这个过削掉就对了的那种态度的话 其实老师也会有无力感 那所以回过头来想 我们如果自己家长 或者是我们深圳会看到 有这样的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啊 因为当然会引发这样子比较不当的 直接性的联想 可是我们至少希望在初期的时候 就能够协助这个孩子 不要再继续领略小动物的状况 我们会这么建议 就是说 其实这些领略小动物 或者是肢解遗体这件事情 一般来讲 大部分会比较常发生的时间点 大概会落在就是 这个中学左右开始 一路到大学的前段这一段时间 就是在他正式的成为社会人 进入社会之后 其实相对的症状可能会降低 或者是也许他的自治能力提升 法律责任增加 那他相对来讲 就比较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针对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们 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家长发现以后 千万不要用很斥责的角度 你怎么做这么恶心的事情 其实他背后包含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那通常我们要来看的是 比方说动物好 他破坏的手法 还有他的残虐性是如何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会发现比较奇特的就是 如果说你今天破坏小动物 是采取一刀毙命的方法 比方说把他头剁下来 我们换一个比较惊悚的讲法 一大早可能对田中朋友不好意思 那他是把头给剁下来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一刀取命这样的方法 那我们可能要去体会到 就是这个 也许你观察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这个当事人是不是对于这些生物 或者是他本身对于他自己 有很大的那种 达不到目的的那种 完美主义的缺陷的怨恨的感受 所以他想要一刀的去取掉 这些性命的部分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他慢慢的凌虐动物致死 比方说 他可能会把小动物先把脚弄掉啦 或者是先把翅膀弄掉 一些比较非常 当然觉得很恶心的一些做法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他本性上面 我们必须要了解 会不会他有一些 比较是属于残虐性的人格特质的存在 这个部分 他留存下来 他本身就比较不是一个挫折所引起的 他可能会比较多是属于 本身整个状态上面 会不会就有更多 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周围的大人 不管你是家长还是老师 多给予这些孩子一些关心 但是不要有压力 老师刚刚特别强调 如果你很惊讶的 很大动作的指证孩子的行为 他可能会有反效果 对 那可能会让他 相对来讲也会更挫折 那这时候又会用 就会找更弱小的 那如果说家长用很强力的方式 去抑制他的话 其实换个角度 就让小孩学习到就是说 原来你们都欺负我弱小 那我就去欺负更弱小 这是一个转介式的学习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告诉听众朋友 我们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立法院讨论了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出审通过了加重虐待动物的行则 也首度把禁止食用 或者是持有猫狗的狗肉入法 如果有虐待动物致死或重伤的状况 刑期从一年以下 增为两年以下的徒刑 同时得病科罚金 新台币20到200万元 当然罚是一个最后一道防线 这更重要的是前端 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您看到了一些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就应该适时的在旁边协助孩子 毕竟这是一个从中学到大学这一段期间 可能小孩子会有的一些行为 我们在此刻连线访问到 是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习记研究所的 副教授戴生锋戴老师 戴老师刚刚节目一开始也提到 这位陈同学他的状况 他是一个来自于澳门的乔生 就是乔生在台湾 融入这个社会是有一些辛苦的了 我们也不容忽视这一段了 其实我在我本身服务的学校里面 我们也曾经有发生过乔生 其实就像最近我们有很多 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或者我们希望到中南美洲 像我们校就有很多中南美洲 过来的同学 其实这些拉丁美洲过来的同学 他们本身来讲在肢体的一些接触 或者是一些比较热情 我们中文来讲叫做比较热情 那换一个角度讲大家就会觉得你好像比较随便 所以我们也曾经发生过一些 就是说因为这样子一些动作上面的 打招呼的动作不同 所以造成彼此之间 同学之间的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也发生过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就像我个人本身在 我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跟日本生活 虽然日本已经这么近了 感觉好像文化上面差异不大 其实也是有很多不习惯的一些地方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今天 有些时候台湾到日本去大家最不习惯 就是日本人绝对不会边走边吃 那台湾很习惯就会边走边吃 真的我常这样 对对或者拿一杯饮料 拿着星巴克边走边喝 那日本就不会 对 那有些时候就是 其实有的时候同学看到我 就是 大厂你怎么做 你念博士 你怎么做这种 这么小朋友的动作 不文明的举动 对对对 我说这个在台湾大家都这样 那所以其实这是生活习惯不能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角度上来讲 像陈同学他从澳门 也许澳门在那个地 在澳门他本身对于动物保护法的定定 这个部分可能跟台湾还是有所不同的 对有些地方还吃狗肉吃猫肉啊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 会不会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台湾未来在大量 我们现在已经 我们知道我们锁国太久了 需要有大量外来人才的时候 其实未来大量的外来人才 进入到台湾以后 这个问题点会更浮现的就是 也许早期我们进来的都是蓝领的朋友 那我们会习惯性使用优势文化的观点 要求他们学习台湾的文化 但是未来过来的有可能是高阶的白领的朋友 甚至是专纪人才的时候 或者是留学生 或者这些我们彼此做一些学术 或者是知识交换这样子的一个群体朋友过来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用更open 或者是更设定好设计好的一些方式来协助他们认识台湾 协助他们了解台湾的法令 法律以及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在台湾准备要迎向世界的这个同时 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否则这些朋友来反而会变成非常负面的宣传 比方说像我一次在日本就是论文不太顺利的时候 那在台湾很简单 就是拿个电话跟同学complain大声讲话就好了 结果那一次竟然在我的研究室造成骚动 那他们就 因为在日本大声讲电话本身就是一件很势利的事情 呃大厂怎么可以这么势利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也很严重吗 反而是一种就是生活习惯上不同所带来的一个变化 不过老师你这样讲也只是让别人的对你的观感不好 可是呢那个陈同学他做的是去伤害到另外一个生命 这就又让台湾的民众觉得无法忍受了 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陈同学的心理状态 当然虽然他是澳门朋友可能大家会就赶快把他钱送回去 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去想 因为台湾本身自己应该也有类似的朋友们 这是也许没发现或者他的身份的关系 大家觉得比较一般来看 但是面对动物生存权 或者面对这个人类的我们的一种对于动物的保护 或人类的一个权力主张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都还有很多的教育跟很多要同理性的部分要走 不过很多时候 我时常在上课举一个笑话的例子蛮有趣 就是大家如果说像现在夏天晚上被蚊子吵的时候很不舒服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拿电蚊派去垫蚊子 对啊 好那电蚊派垫了蚊子以后通常垫一下 其实蚊子大概就死掉了吧 或者是昏了在那边挣扎 昏了就算了 我们大不了把它捏死而已 对不对 但是我如你来想象 如果你垫蚊子你垫到它以后 你会不会一直垫一直垫 而且手越捏越用力 只让它喷烟 只让它有烤肉的味道出来 我是不会 你是不会 很多人会这样子做 我每次演讲剧这个例子 他就笑眯眯 原来真的每个人都这样 垫到那蚊子都喷火了 喷烟了 天哪 你吵我嘛 你吵我睡觉嘛 可恶我就垫到你死为止 垫一下他就死掉了 那他就是死命的捏 其实你捏的再用力 那个垫流也不会增强 我们换一句话 其实每个人心里头 都有一点点对于这一种 也许是破坏生物 也许是破坏生命 也许是这些东西 可能都有一点裂根性存在 所以我们如何使用一个 比较良善的 如何使用一个法治层面的约束 跟良善的启发 跟一个比较人道主义 人或者动物道的思维的 这种心态去 来塑成我们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 在教育上面 可以给我们的后代们 很多的可以在思维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收音机旁听众朋友 不会去虐待猫狗啦 但是你下次打蚊子的时候 要注意 不要让他喷咽 对 就是他死了就让他安息吧 好 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此刻访问到的是 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 副教授戴生锋戴老师 谢谢戴老师 谢谢 教授戴老师 谢谢 不开男后